哇 你们有吃过晚饭吗 没有 你们到现在都没吃过晚饭啊 没有 他就忍着吧 著名中国歌手学之前 首都莱马开唱 就选择在情人节 与亲友们一起共度美好夜晚 身为暖男偶像的他 不仅给粉丝发放福利 展露小肚男 也在中途talking的部分 发挥学士幽默 黄赞大马的食物好吃 让千友高喊 娶我吧 哇 我昨天有吃肉 去你们的夜市 就在这里附近 有一个夜市你知道吗 然后坐下以后我就说 哎 我就不吃了 然后我减肥吗 我就少了 我就看看 我就喝点水就可以了 然后坐下以后 点一碗河粉 吃一碗甜鸡粥 后来又来一个咖喱鸡饭 三杯美露 最后我还带了一杯美露 挂在手上 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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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荡了荡了荡了 荡了荡了 一六颗 哇 马来西亚东西也太好吃了 我跟你讲啊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你们要是谁哦 就把这个很地道的味道 就那个河粉 好吃到我觉得很惊讶 怎么这么甜甜 酸酸又这么好吃 在上海根本吃不到 如果你们觉得 谁可以把这个味道 完全一模样的 奔到上海 帅气又才华又幽默 学之前的魅力 真的是无法挡啊 错过冰城厂的前友们 敬请期待 老学二月十六号 在吉隆坡站的表演吧 我好想要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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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到没人感情 你会坚持 我感到没人感情 还是我的感情 给你多热